我们在我们小朋友时有专业新玩吉他的 选歌其实很简单 当他说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想出了 以前有想过合作这种歌曲和姿 就是当时和其他的朋友一起有过这种想法 也是有弹吉他的唱出生的 这段都是你的唱 我们俩分配唱那个高的 第一个高的我要唱 第二个高的我要唱 然后我当时我下来就马上把这个建议 而且这种形式很独特 然后应该没有可能会想得到这种方式 这个想法好像是 他好像是以前这样演绎过歌曲和别人合作 然后刚刚说完这个题目 他立马就标出来这想法 这个歌的名字我们有改 就是之前就是两首歌嘛 一首叫我期待 一首叫知道不知道 但是我们改成了 我现在说这一次考试不可能去灵力尽致地发挥出来 但是我们这一次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去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团结的战斗 所以说如果太突出个人也不好 但是我们在里边也加入了我们表演的方式 基本上每个人都有抽的 然后我们自己唱的时候 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随意 但是合在一起的随意小一种 是都小一点就起来 对 对 那个你觉得后来那首歌呢 这首歌很好唱 而且很好听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我个人认为最危险的是第三名 因为他的特长反而就跳舞 虽然他唱歌也可以 但是如果每一弹输了的话 可能在这里面唱慢歌里面 越是最大的事 这我怕是动作唱都会 不坏 你告诉什么 我说快歌的话呢 就也可以体现一下我们的唱跳了 但是就怕他们有几个就是一贯都不是唱跳的 让他们去现学的话 可能会有点吃力 刚开始是王一杰他说提一个建议 啊唱这首 然后后来我们就说 啊好吧我们还退到那个影音室 就可以唱K的那个地方 然后就去唱 在这相似的深夜里 你是否一样 其实有很多歌把它唱好 对付这些男生 但关键是你们把它唱出感觉 你还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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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上去 跟店说是的时候 我听到他们在唱什么歌 跟我们一样 那你大概 他们唱得很 霸气 就是很 对很霸气 像张女生的歌 你们调一下 我都会来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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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没有语言了 你们到底想不想匹配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歌是神奇的 是不是这个 我跟你说啊 关键的问题是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在比 是一拳人在比 对啊是这样子啊 如果 你不知道他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对啊 如果他评判的标准是 每一个人都要突出自己的特点呢 对啊 你就是不知道他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拿最 妥当最拔稳的东西去战胜的 这种吼的歌 首先他们两个不战 对吗 我也不战 我也不战吗 因为我一直在 有点心情在考虑 要听大家的意见 就是因为我想听他们每个人的意见 就是说最后在 在就是这个 听这个歌曲的时候 就有点自己想法 没有人说能吼 吼得表别怎么认证 就一定是好 我必须要唱 麻烦力的歌 我只是说一定要 这首歌一定 就是一定要选一首 有戏场的歌 我现在真的是 选一种着急的状态 要讲 不是说我要怎么样 那你想一个方案出来吗 我什么歌都可以唱 关键是 你用什么歌都可以 这个歌不行吗 如果我们唱后来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吃亏 这首歌感觉跟他们的那一首比起来 就相对太小了 所以我们就 首先就选了一首快歌 这样就可以加上舞蹈的部分 而显得气氛热闹一点 就跟他们形成鲜明的队友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组认为 就是也许我们选慢歌也并不占优势 然后我们就集体改成了这样的一个快歌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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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换下一歌 然后这个 换下一歌 我进打开门的时候 然后我说你们纠结好了没有 然后他们就在放歌 然后就在跳 然后就很开心那样 然后就说我们就选这首歌 然后就选那个什么一把火 我自己肯定倾向于后来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歌比较朗朗上口